小姐姐找我捏她自己 这没问题呀 她又给我发了一张 她自己娃娃的照片 她说她喜欢这种风格 当时我就懵圈了 呵呵呵呵呵 头疼 但是我只疼了一秒钟 因为你找我捏娃 我就得按照我喜欢的捏 我想捏啥样我就捏啥样 不不不不 做自己喜欢的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 你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 你感受到了快乐 才能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哎妈呀这女的真美 哎呀这是谁呀 长得又没手又巧 呵呵呵呵 别看我刚才说话那么硬气 呵呵 娃娃做好后发给小姐姐 我的内心是颤颤悠悠的 先想 我要是念的不好 姐姐不会揍我吧 呵呵呵 嗯姐姐不会揍你 但是姐姐听到你的声音 会给你俩大嘴巴子 后来小姐姐回复我了 她是这么说的 因为你没有见过我本人 但是这个眼睛 那个眼睛那一块凹下去 那个包括轮廓的大小 跟我本人的感觉 简直一模一样 真的 馒头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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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加关注吧